Planologist 我是阿育沸陀医师July 有的人严重的话可能会上吐下泻 没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又是失眠 因为认床的关系 失眠或者是流个鼻水 因为比较敏感的关系 又或者是食欲不振 在阿育沸陀的传统当中 我们说旅游 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 面对新的人是我们体内的其中一种 功能性能量Vata能量 会增加 Vata能量的能量属性是 冷、清、干燥、粗糙以及不定性 因为它干燥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在出国的时候会发现 如果我的水喝的不够的话 我就会开始有皮肤比较干燥 嘴唇干燥或者是眼睛干燥 尤其如果你到冬天到一些需要开暖气的国家 这些现象会特别的明显 这个干燥如果反映在你的肌肉 你的肌肉细胞的话 会让你比较容易酸痛跟紧绷 如果这个干燥反映在你的神经系统的话 会让你对于噪音跟光线的耐受度会减低 情绪的不稳定度会增加 Vata能量它还有所谓的不定性 它的不定性让我们能够去应变生活当中 新发生的事情 可是它也会导致于我们一直会处于一个 我不能说亢奋 可是一个做不定的状态 所以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会发生失眠 或者是情绪会忽然亢奋忽然又很失落 甚至有一些人会有所谓的情绪 心情比较空空洞洞的感觉 OK 而Vata能量的轻的这个特性 会让我们有一些人容易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头晕或者有那种紧绷型的头痛 OK 而我刚刚没有提到的是 Vata它的不定性也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对外的通道比较敏感 比方说眼睛会容易变得容易流眼泪 或者容易干燥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扎眼的频率增加了 又或者是你的呼吸道可能会觉得喉咙很容易干干痒痒 明明没有感冒似乎没有感冒 可是会干干痒痒 又或者是鼻子一个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 你就开始流鼻涕 OK 或者是会有鼻塞鼻炎的问题 那在阿玉废陀来看的话 这些现象都跟这个Vata能量增加有关 可以运用哪一些东西来改善你的身在旅游时所发生的这些不适呢 以下这五种食材是阿玉废陀的建议 第一种食材是孜然 它有很多效用 我们说孜然它是温性的 然后它带有辣色苦味 OK 它有助消化的功能 它有稳定心性的功能 它有让Vata能量顺流的功能 OK 第二种你应该要带的东西是N3 很多人听到N3就色变 不过这边我会希望你带的是 那个香菜的籽 香菜它是良性的 OK 它是温中性偏良性 有很好的帮身体解酸消暑的效果 它没有像新鲜的N3带有那么重的呛辣味 反而取而代之的它是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清香的味道 也可以改善你的口气 第三种阿玉废陀会建议大家带的是甜回箱子 甜回箱子 它是温 温性的 然后它是甜口味的 它有很好的助消化以及排气的效果 排气顺气的效果 那么第四种我会建议大家带的是喜马拉雅炎炎 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喜马拉雅炎炎 或是喜马拉雅炎炎太贵的话 你不用刻意去买喜马拉雅炎炎 你可以使用海炎 OK 那 因为炎巴在阿玉废陀来说 尤其是喜马拉雅炎炎 它有很好的打通阻塞的效果 所以我等一下会教大家怎么用 不要忘记要看到最后 OK 那 那 在各个不同的炎当中阿玉废陀的炎可以出分为五种 那各个不同的炎当中喜马拉雅炎炎 它是唯一一种 不会造成身体水分淤积的一种炎分 就让大家先知道一下 最后一个阿玉废陀的阿卡亚们 建议大家带的是 酥油 OK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要怎么来使用它呢 我们说在旅行的时候 头一个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 晕机晕船晕车 尤其在小朋友 很常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 那么 为了要稳定你身体里面的这个Vata能量 以及增加你的消化力 你可以在 这个发这个现象你在晕机的那个当下 你可以拿一些甜回 甜回香籽出来摇一摇 含那个汁的味道甜回香籽的汁 接着用温水配温水吃下去 它会有很好的舒缓效果 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飞机上跟空姐们要一杯热水 然后你把你的那个N3的子拿出来 N3的子泡茶也有很好的舒缓 晕机的效果 因为N3它除了可以帮你解油解膩 然后解酸之外 帮你降温之外 它又很好助消化的效果 OK 所以如果说你有晕机晕船晕车的问题的话 记得嚼食甜回香籽 或者N3的热泡茶都有很好的舒缓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食欲变差然后或者是消化很慢 比方说你东西吃了就觉得胃胀胀的 或者是胃酸酸的 这个时候我们刚刚的那五种材料 你可以运用的是你把自然的子 N3的子还有甜回香籽拿出来 等量加在茶杯里面接着灌热水 让它放个大概三分钟左右 两到三分钟左右 你看那个茶汤变色了之后 就可以直接喝 喝完之后如果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再回抽 OK 除了这一杯茶之外 其他还有很有效的效果是 你在吃完饭之后啊 拿一小撮的甜回香加上一小撮的孜然 然后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去 吃完饭之后嚼一嚼嚼一嚼 直接的配温水喝下去 自然跟甜回香都有很好的 助消化跟顺气的效果 所以尤其是如果你在旅途当中 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 或是吃了很多你 你的肠胃不适应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在每一餐饭后 嚼食一小撮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拿这个一小撮的籽 两种甜回香跟自然 一小撮的籽放到嘴巴里面去 嚼嚼之后配温水吞下去 OK 它会有很好的助消化的效果 最后就是你可以在你的日常饮水当中 加一两滴的酥油 尤其是白天 OK 因为我之前有提过 酥油有很好助消化的效果 只要你还有食欲 酥油它就可以帮你把你肚子里面那把火 点得更燃 OK 所以你也可以采用在温水当中 加几滴酥油的方式 帮你调整你在旅途当中的消化力 那么下一个在旅途当中常常会发生的问题 特别是脏气跟便秘 那不管你排便不顺的原因是什么 在阿育肺图我们都会建议你 直接用我刚提过的那五种 你的紧急急救包里面 应该要有的甜回香 OK 你在这个状态之下 每一餐饭后或者是至少一天吃一次 嚼食一小撮的甜回香加温水 就可以帮你改善便秘的问题 便秘跟脏气的问题 你在你的饮水当中 加一点点不要太多火会太咸 加一点点的喜马拉雅炎炎 跟一两滴的酥油 温水加上一点点的喜马拉雅炎炎跟酥油 它也可以帮你达到很好的 顺畅你的肠道 不要用太多 用过量的话对身体不好 你用少量的话是会有帮助的 除此之外啊 我们说甜回香茶 你就是直接一小撮的甜回香 紫然后加热水 泡成茶来饮用也很好 像我常常建议我的客人的是 我们旅游的时候通常身边会带一壶水 那华人的话会习惯带的是温水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保温瓶当中 就是加一小撮的孜然 再加一小撮的那个 孜然跟甜回香 跟一小撮的那个 在里面就可以喝一整天 它可以帮你达到 它可以帮你健胃整肠 让你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消化不良 脏气跟便秘 那么下一个 第四个大家比较常遇到的问题是 如果你的鼻子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 你会很容易 因为室内外温差不同 尤其是接下来如果你要去日本韩国或者美国跟欧洲这些国家开始变凉了 室内会开暖气 然后室外可能会下大雪 会刮风的这种日子 你很有可能会因为冷热温差的这种 一直变换的关系导致你的鼻子会开始容易流鼻涕啊 或是开始觉得喉咙痒痒痛痛的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刚刚所提到的那五种材料 孜然 甜回香 喜马拉雅炎炎 还有酥油 你可以怎么样做运用呢 我们说你可以直接啊 拿一杯茶 热水 这个是我们要用到的是热水 然后呢你把孜然的籽放进去 大概是一茶匙 一小汤匙左右 没有的话你就是加个两搓到三搓 把孜然的籽加到热水里面 接着你把那个热水放在鼻子这边 你让孜然茶的那个茶汤的蒸汽去熏你的鼻子 OK 他可以帮你打通你的呼吸道 如果然后去帮你平衡呼吸道里面 因为Vata能量增加而导致的一直流鼻涕或者鼻塞 另外你还可以做的是你在出国前可以拿棉布 OK棉布或者是你不要的衣服 棉直的你把它缝一个小香包 把孜然的籽丢进去 然后你把这个小香包带着 当你遇到刚刚提到的呼吸道过敏 呼吸道不舒服的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香包拿出来搓一搓搓一搓 你可以把它放在手掌心 搓热了之后这样子 OK 闻一下孜然的那个味道 它进入到你的呼吸道里面之后 会帮你做平衡Vata的效果 下一种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常遇到的问题是 紧绷型的头痛 OK如果说你是因为眼压太高 或者是平常你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导致的偏头痛 它会需要其他个别的 其他个别的资商来做建议 可是如果说你是因为出国玩 可能睡不好 或者跑行程 或者压力太大 导致于太阳穴这边 两边的太阳穴 或者整个额头 有那种紧绷的感觉 又或者是你的脖子僵硬 导致于你的后脑勺的下缘 有紧绷感觉的话 你可以采用甜回香茶 你把甜回香子泡成茶 OK泡热水 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一茶匙 一小汤匙 或者是两三搓的这个量 泡热水之后来喝 它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帮你舒缓 这种因为Vata能量增加的紧绷的感觉 第六个容易失衡 旅游的时候常会发生的不舒服的现象 是火气太大 OK火气太大倒还好 如果因为火气太大 导致于满脸开始冒痘痘 或者在关键的地方长痘痘 导致于你拍照不漂亮的话 就很麻烦 这个时候阿伊菲特阿乔雅们 会建议大家做的是用 N3的子来制作冷泡茶 你睡前泡 或者你今天要出去跑行程的时候 先把它准备在你的房间里面 记得加盖子 才不会有灰尘或是小虫子跑进去 那要记得就是 我们在做冷泡茶的时候 你不要用热水 你不要用热水下去泡 那个就变热泡茶 你拿冷开水 浸在里面就可以了 你大概会需要到两茶匙 或者如果你用手抓的话 大概会需要做抓一大撮的量 放进去 OK 然后你在喝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吃那个子 你喝那个茶就可以了 N3的冷泡茶 有很好的降火气的效果 第八个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是 跑完行程回来之后 会脚酸 然后脚很容易肿 这个时候啊 你带着喜马拉雅炎炎 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你可以做的是 看你住的房间里面 有没有小水盆 如果有小水盆的话 你可以在小水盆里面加温水 然后放一茶匙 一小汤匙的喜马拉雅炎炎 到这个温水当中 接着你泡脚 OK 它可以帮你做到很好的 双腿跟双脚消肿 然后消除酸痛的效果 如果你没有这个小盆子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旅馆的水槽 洗脸盆 洗脸槽 把它塞出之后加热水 加完热水之后 加多一点的喜马拉雅炎炎下去 接着拿来做淋浴 OK 用那个水 冲你肌肉容易酸痛的地方 它会有很好的舒缓的效果 那么下一个很常会遇到的问题 是所谓的抛抛炎 尤其是在早上 为什么会有抛抛炎 通常都是因为你可能 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水喝的不够多 或者想上厕所不去上厕所 或是想上厕所 没有办法上厕所 你水喝的不对 水喝的量不对 或者是你排尿量不对 往往会造成你身体里面 水分的量不平衡 OK 这个时候你可以做的是 在你的饮水当中 不管是冷水或者是热水 在你的饮水当中 加一小撮的喜马拉雅炎炎 不要加太多 如果你喝那个水 发现有太咸的咸味的话 代表你加太多 OK 正确的量是你加下去尝 你尝不出来盐 那个咸的味道 才是正确的量 所以你在饮用水当中 加一小撮的喜马拉雅炎炎 它可以帮你去改善体内的水分平衡 那当然如果说你本身是肾脏病的患者的话 你最好先询问一下你的医生 在出国前先询问一下你的医生 说我这样子的做法 O不OK 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最后一个我们在旅游的时候 最常会发生的问题 就是失眠 失眠多梦 或者甚至心理医生所谓的心理失衡导致的鬼压床 就是不是灵力现象的那种鬼压床 OK 阿异废陀会怎么建议呢 我们会建议你将酥油 你所包在你行李箱的那一小罐酥油拿出来 你把那个酥油拿一些些 大概是一汤匙的量 放在你的掌心搓热了之后 用你的指尖 沾一些些这个液态的酥油 放在你的 加一些在你的天庭 或者是你的天灵盖的地方 抓不出来的话 你就是抓头壳的中央 OK 头顶的中央的部位 然后加一些些在你的心窝 胸口的中央 加一些些在你的脚掌的中央 最后两只手搓热之后 让你的两个掌心都可以被酥油 被这个液态的酥油所润泽着 OK 你在睡觉之前做这件事情 那要记得你最好在床上做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在厕所做 那你的脚底已经抹油 你在上床你很有可能中间会跌倒 OK 所以要记得在床上做 以上的影片内容 主要是教大家在你旅游的时候 在你出国玩的时候 记得在你的急救包当中 多加这五种材料 哪五种材料帮大家复习一下 孜然的籽 NC的籽 就是所谓的香菜籽 甜回香籽 喜马拉雅盐盐 或者是海盐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酥油 在你旅游的时候包进这五项材料 它会让你在出门在外 不用担心那么多身体的小毛病 OK 我希望影片以上的内容 对大家在规划接下来的旅游 以及未来的旅游行程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 感谢各位的收看 Namaste 转遍 您